完蛋了 又回到了解缝前 肚子又变了这么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是我你们的胡子老爸 我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有疫情后遗症 就是说大家都会变胖 我相信在看视频的你 肚子上肯定也长了一圈肉 所以说在这个疫情期间 健身房也都关门 没办法健身 我在家里也是试着去锻炼 但是器械还有重量都不够 造成我几个月下来都胖了五公斤 所以说这个星期健身房开门了 我赶紧预约 对我们这里比利时健身房是这个星期开门的 但是需要预约 在手机上有个APP 就是直接在APP上面可以点击预约 然后把你要去哪个健身房输进去 几月几号几点之后就能预约成功 然后每次预约的话就是30分钟45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 我预约的是一个小时 我觉得一个小时也比较勉强 因为我平时锻炼的话都是差不多要两个小时 所以说有有时间限制 我在家里直接把健身的衣服和裤子都换好了 这样的话到时候一进去就开始开路 而我预约的是早上八点钟 现在就不知道健身房里面是什么情况 就每次能容纳多少人 到时候进去我来看一下里面到底人多不多 然后估计口罩肯定是要戴的 这疫情还没完全结束 所以说安全第一 好 跟着我的摄像头一起去健身房里面看一下 拿出我的会员卡 打卡 我们先从器械卷腹开始 今天我来的主要目的是练胸 然后看了一下健身房里面 健身房里面人还是比较少的 差不多就20多个人吧 还是空荡荡的一片 每次健身前我都会把消毒液 插在这个扶手上面插一下 削一下毒 因为之前不知道谁有没有用过 消毒很重要 好 现在就用器械夹胸 健身房里面没有看到一个人戴口罩的 除了我以外就我一个人是戴口罩的 夹完胸子后就来做这个鞋板握推 现在做的重量差不多是 之前训练量的80%左右 因为刚刚恢复训练 所以说也不能举太重 所以说先拿了两个40公斤的哑铃来举 一开始几组觉得也不是特别重 但是举到后面还受到历劫了 在健身房里面这个一小时做的非常赶 就是马不停蹄 这个做完之后马上又去耸健 现在这里健身房里面每个这种 锻炼的椅子和椅子中间都有花多个线 地上可以看到 每个椅子都隔开了差不多两米左右 好了做完斜板握推 现在就把这个椅子放平做平板握推 平板握推的话就可以增加胸部肌肉的厚度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每次锻炼都会做 这个玻璃上有贴 人和人之间都要保持1.5米的距离 大家都要维持1.5米 我们继续下一个动作 这个是绳索飞鸟 这是练胸部的下半部分 我们现在来测一下体脂 这里有个测体脂的机器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体重 肌肉量 脂肪量 骨质 还有实际年龄 79.6公斤 好了 今天治疗疫情后遗症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胡子老爸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订阅 点赞 加分享 Bizu 我喜欢我的外面 几家 去 不要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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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